我们都知道大汉朝有一个死对头 就是盘踞在北方的草原狼匈奴 按理说大汉和匈奴属于士仇 双方应该互相仇视才对 尤其是汉武帝 他是要一雪前期这个和亲带来的耻辱 所以在汉武帝时期 我们知道大汉朝打匈奴是打得最狠的 但是也恰恰是在汉武帝的时期 出现了一个匈奴族的西汉大臣 他还成为汉武帝的托孤大臣 那么一个匈奴人竟然名列大汉朝的重臣之首 也算是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而且在他去世之后 他还能够和获去并卫青一起 陪葬在汉武帝流车的茂林 他的家族更是市民忠孝七世内侍 就是说累世都是汉朝的大官 那么这个匈奴族的西汉大臣到底是谁呢 就连死后都能够陪葬在汉武帝流车身旁的 这个匈奴人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墓碑 金蜜堤墓 金蜜堤 就是匈奴修出王的太子 那他不但是匈奴人 而且还是匈奴一个部族的太子 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显赫的匈奴人 最后却让汉武帝恩宠有加 那么他的家族也成为大汉朝的高官显族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咱们都知道大汉朝人才辈出啊 其中有一个少年战神就是霍去并 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就派19岁的霍去并去征伐匈奴 霍去并就率领了一万汉军就越过燕之山 缴获了修出王子和祭天的金人 魂爷王修出王被霍去并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 打的是满地找牙 当时的匈奴大蝉鱼很生气 就准备治魂爷王和修出王的罪 这个魂爷王和修出王两个人一商量说 霍去并咱俩打不过 大蝉鱼又要治咱俩的罪 咱这是老鼠钻了风箱两头受气 干脆就投降了汉朝算了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投降了汉朝 但半路上修出王就反悔了 于是魂爷王就把修出王给杀了 那修出王被杀了以后 他的儿子和老婆就只能跟着魂爷王投降了大汉朝 汉武帝他就以修出祭天的金人为名 赐名字给修出王的儿子 叫金蜜迪 这就是金蜜迪姓名的由来 到了金蜜迪14岁的时候 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马匹饲养员 有一天汉武帝在宫中是大雁群臣 就让人牵出马来助兴 当金蜜迪牵着马出来的时候 他高大威武的形象 立刻就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那史书上是怎么说呢 说他容貌慎严 汉武帝很赏识他 问了他的情况以后 即刻就升金蜜迪为马尖 于是他就正式成为汉朝管马的官员了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毕马温 汉武帝自从发现金蜜迪以后 就很喜欢他 后来只要是汉武帝出行 就会带着金蜜迪 金蜜迪也始终都很谨慎 就像是仆人一样侍奉汉武帝 当时有人就劝汉武帝 说为什么看中一个匈奴小儿呢 你要当心一点 汉武帝不但不听 反而更加厚爱金蜜迪 并封他为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成为大汉朝的朝廷命官 金蜜迪有一个母亲 时常教育儿子们 说凡事要讲规矩 这个汉武帝知道以后 对这位匈奴的女人非常敬重 后来金蜜迪的母亲死了以后 汉武帝还让宫廷画师 专门为他画了画像 汉武帝不仅喜欢金蜜迪 还非常喜欢金蜜迪的两个孩子 把他们称为弄儿 也就是逗弄玩的孩子 但金蜜迪很忧虑 他怕孩子小 万一冒犯了龙颜可咋办 所以只要孩子和汉武帝玩的时候 稍有不尊重的举动 金蜜迪都会训斥制止 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 因为汉武帝喜欢他们 所以他们出入宫中也没人敢问 那有一次金蜜迪的大儿子在宫里 就和宫女打打闹闹的 被金蜜迪碰到了 竟然当即就杀了他的儿子 汉武帝知道了以后很生气 他认为金蜜迪做得太过了 等金蜜迪把孩子无礼的作为 说出来以后 汉武帝就理解他 也更后代他了 那金蜜迪对汉武帝是非常忠诚的 当时他发现朝中有一个大臣 叫马和罗要叛乱 当即就加以提防 后来马和罗带人闯入后宫 要行刺汉武帝的时候 被金蜜迪及时出手相救 所以当时金蜜迪的忠诚 被满朝的大臣所佩服 汉武帝临终的时候 把金蜜迪和霍光叫到床前 嘱咐了身后侍 从此金蜜迪和霍光等人 都成了托古大臣 公元前86年 金蜜迪病逝 年仅49岁 当时的皇帝汉昭帝十分难过 为金蜜迪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将他的灵鹫安放在皇家陵园 茂林汉武帝的墓旁 他也成了自卫清霍聚病 等一起葬入汉武帝陵园的 功臣之一 为了表彰他对汉武帝的 忠诚和谦虚的品格 汉昭帝 根据汉武帝生前的遗诏 追视他为杜敬侯 他的母亲燕之 善良贤惠 深受汉武帝的敬佩 燕之去世以后 汉武帝下令画工为他画像 并亲自在燕之画像上提文 修除王燕之 还把他的画像悬挂在 陈列西汉功臣元老画像的 甘泉宫中 以示表彰纪念 那么至此 这个来自草原的匈奴王子 把在大汉王朝的俘虏生活 变成了传奇 也成了那个年代 与匈奴残酷战争之外的 一段温暖的画面 后来金蜜迪的后代 戏封了他的爵位 到了王莽窜汉的时候 金蜜迪的一部分后代 受到王莽的迫害 跑到了山东隐居 那这部分金蜜迪的后人 后来就改姓从了 到了东汉的时候 金蜜迪的后代 继续为汉朝效力 一直到了东汉末年 当时有一个东汉大臣 叫金伟 他就是金蜜迪的后代 他当时联合太医令 几本少府耿记 私职为谎等发动叛乱 攻打许多的王毕 他当时想救出谁 救出汉县地 重振汉朝 结果王毕跑到曹修那里 曹修派人就杀了金伟 并把他的一家老小全部诛杀 我们由此可见 金蜜迪包括他的后代 都是世代忠诚于大汉朝的 班固在汉书中 对金蜜迪有一句评价很到位 说金蜜迪 以敌王国 基鲁汉庭 而以赌敬物主 忠信自拙 金公上将 传国后四 世明忠孝 七世内侍 何其圣也 是啊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赌敬忠孝的大汉忠臣 匈奴王子 金蜜迪的故事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吧